我妈妈对我影响真是特别深 她从小就告诉我知识改变命运 然后让我好好学习 然后在有好心人的帮助了之后 我妈就会告诉我 就是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去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其他人 然后我就是在我妈的就是这样的影响下 然后我就是特别乐观 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特别乐观 哪怕就是生活这样 她也会特别积极跟我说 你说你好好学习 我们就是未来都会变得更美好 我可能就从小生活 就是就这样成长起来的 我就觉得就是日常生活 没有什么觉得累的 一开始做饭 然后过不着灶台 然后后来就踩砖头嘛 后来能过着灶台了 我觉得就比之前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感觉自己逐渐长大 然后逐渐会的越来越多了 然后能够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感觉还就是挺有成就感的慢慢的 妈妈只能在家嘛 然后我可能就是中午 要是冬天的话 可能就走着走了 夏天的时候我就骑自行车 然后有那个自行车 我是比较算路程嘛 就是从骑自行车的话 从家里面到我的教育楼 就算爬楼时间是13分钟 如果要是走着走的话 我就得是半个小时起步 因为冬天路滑嘛 然后就得提前一点了 要是冬天的话 中午回来就是 时间特别紧张嘛 我可能就完饭了 我就走了也不吃了 然后夏天的时候 就是骑自行车来回时间 还比较宽裕 就能在家吃个饭呢 什么的 我就是有时候就心疼他 就太苦了 真的从那么点儿 就是住平房那时候 也是就是我给我整到 整到那个 隔个桶嘛 桶套蛋 当年才多大呀 四五岁 桶套蛋完 她放学回来 就得给我扔出去 就是扔到公厕嘛 我就特别感谢我姑娘 这些年 就真是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也说 我说你就是我的妈妈姐 真的这些年 你真的辛苦了 真的我觉得 我曾经在日记上写过 我觉得我从小 就是生活一步步变好 就小时候住那个房子 就一半在地上 一半在地下 然后下雨天 就往屋里灌水的那种 然后每天要和那个林家 爷往外摇水 然后到现在 到后来能住连租房 还是楼房嘛 然后也不用说什么冬天 还得就是写一回字 就手就冻得不行 暖一会儿的那种 然后半夜被冻醒 就生活就是一点点在变好 然后觉得未来充满希望 对我影响最深 我说我也想当老师嘛 我当时报考的时候 就是第一志愿就是海市大 然后我从小的第一件羽绒服 就是我小学老师和班级家长 购买的 我从小学一直传到了初中 初一二 我妈就是说 我有工作了之后 就是第一笔工资 要给我所有的老师们买东西 这是我和妈 就一直以来的约定 就像从小学开始 就有这个约定了 就是想把第一桶金 就是给我老师买礼物 感谢所有老师对我的帮助 以及他们就对我学业方面 以及我的思想养成方面 以及我的生活方面 对我的所有的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